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的11月26号星期日 德国图片报报道 当然他认为是得到了一个内部人士的秘密情报 他这么说的 10月24号报道 他说美国和德国有一个秘密计划 这个计划是干什么 要逼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普京去求和 这是德国图片报报的 咱们说你把责任都推给他 我们可没得到什么内部消息 也是德国图片报到的 他说美国和德国都不会公开的去逼 这个泽连斯基向普京求和 但是作为乌克兰军队的两大主要的武器供用国 美国和德国的计划 为乌克兰的提供 恰好就足以守住前线的武器 就减少武器 刚刚好能守住了前线 但是不会再让乌克兰取得任何的这种军事突破 或者军事进展都不够了 他说这样将促使泽连斯基明白 乌克兰已经无法在军事上获胜 乌克兰需要向普京去求和 德国图片报称 他说美国和德国还有一个B计划 什么B计划 就是说如果就这样做了 泽连斯基还是不能够和谈 不能求和的话 那么就可以在俄乌不能够达成和谈的情况之下 那么也要降低或者终止与俄罗斯的敌对行动 就是说你在打是你的事了 我们跟俄罗斯要和缓了 就是缓和 那为什么跟你说 欧洲这边的消息 就是说美国还有欧洲对俄罗斯的制裁完全失败了 但是那是另外一个新闻 一会我们再说那个 当然德国托邦 他们说是内部情报人员跟他们说的 然后在被要求制平的时候 他们联系了德国总理舒尔茨那边来制平 然后舒尔茨的办公室的人否认有此类计划 并且坚称只要有必要 德国会一直支持乌克兰 他们否认 但是反正你也明白就这么个情况 几个小时之后 乌克兰执政党人民公仆议会党团主席阿拉哈米亚 就在当天就接受了乌克兰真理报的采访 把乌克兰真理报叫来了 做一个采访 那说什么呢 说这样 说俄罗斯去年三月 就2023年的三月的时候 当时曾经承诺过 如果乌克兰保持中立 且不加入北约的话 俄罗斯便停火 拉哈米亚称 当时是在英国时任首相约翰逊的强烈反对之下 乌克兰最终没办法选择继续战斗 没有和谈成功 这个事是这样 去年在2022年 去年5月份的时候 乌克兰真理报便说他们援引有内部情报人的消息 说英国首相约翰逊破坏了和平和谈 到了去年的12月份 就是2022年10月份 美国陆军退上将麦克格雷同样爆量称 说泽连斯基本来在去年3月 就2022年的3月的时候 已经打算要接受俄罗斯方面的和谈条件 但是英国首相约翰逊迅速的跑到了乌克兰 代表美国拒绝了这一和谈 这是美国陆军退役上将 麦格雷说的 好吧 然后乌克兰执政党人民公仆议会党团主席 哈拉哈米亚 他来承认这一点就非常重要 为什么 哈拉哈米亚本人就是去年3月 率领乌克兰代表团 前往白俄罗斯和土耳其 与俄罗斯代表团进行谈判的主要负责人 就是他 你明白吗 那他说的 那就是 那他是当事人 他说的 那就是真实消息 而且是公开的 接受乌克兰真理报采访的时候 这么公开说 哈 这个哈拉哈米亚的透露 他说在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谈判期间 俄罗斯向乌克兰提出了一项的和平协议 而且让和平协议的乌克兰可以接受了 俄罗斯到最后一刻都希望达成协议 俄罗斯很有诚意 希望的结束战争 在去年3月份的时候 2月份开打 到3月份的时候 其实就可以结束了 这种战争 对不对 然后在土耳其会谈结束之后 那这里面呢 哈拉 那个阿拉哈米亚呢 没有说乌克兰同意 没有同意 把这段绕过去 因为如果说乌克兰也同意了 后来又被英国撕毁了的话 显然乌克兰也出尔反尔 他没有说乌克兰同意不同意 他只是说 在土耳其会谈结束之后 时任的英国首相约翰逊 迅速赶往了吉普 我们也看到约翰逊 当时有几次就迅速赶往吉普 对不对 另外一次呢 是当时这个好像是 德国 法国 意大利 还有谁 反正四国的元首 一起去乌克兰这个趁降 然后呢 英国首相约翰逊呢 赶快赶了八个小时之后 他迅速赶往了吉普 就说让他们不要投降 接着打 对不对 他两次呢 破坏了这个和平的可能性 这个阿拉哈米亚呢 说在土耳其回来结束之后呢 时任的英国首相约翰逊呢 迅速的赶往了吉普 吉普就是他们首都 说约翰逊告诉我们 说不要 不要俄罗斯人签署任何协议 他让我们呢 要应该继续战斗 他说约翰逊呢 是代表了西方伙伴 前来的吉普 来了解的谈判进程 他也看到了呢 我们的签署的这个文件的草案 他没有说签署了 他说文件的草案 那说明什么 说明实际上已经有一个草案 已经同意了 懂吗 然后约翰逊来了 但是呢 但是呢 阿拉哈米亚呢 也承认一点 就是说约翰逊也没有呢 为乌坎做出这个决定 不能说他做的决定 只是呢 提供了建议 他代表美国来提供了西方的这个建议 让我们继续打下去 马斯汀逊做决定呢 还得是我们 这来讲呢 就是说 你也不能说 因为我们也不是一个傀儡政权 因为你这么说 好像显得我们傀儡政权 就是我们都同意了 然后英国美国不同意 我们就没办法 也不是 我们也有一定的主权 但是呢 但是这么个情况 那么这个礼拜呢 就那这样子的话呢 那就是说 就正式的 就确认的 就去年5月份 乌克兰真理报的消息是准确的 去年12月份 美国陆军退役上校 麦克格雷的消息呢 同样也是准确的 对不对 因为这个是乌克兰方面 核弹代表团的 这个 这个他这个主导 对吧 带领人 这团长 亲自承认的这件事情 对不对 那好 今年初的时候 2023年年初 今年初的时候 俄罗斯总统普京向来访的 非洲领导人透露 说俄乌双方代表 曾经在三月份的会谈当中 达成了一项和平协议的草案 双方签署了这个草案 普京说 当时 俄罗斯方面依照协议 已经从基普附近撤军了 撤军了 这因为已经签完了 签完协议之后 普京已经撤军了 但是 但是乌克兰随后 就撕毁了这个协议草案 那现在看来 你要这么几方面一对的话 那么普京在今年年初的 这个说的也是事实 没有问题 对吧 那么很多人说 就是说是俄罗斯在发动战争 俄罗斯希望打了一项战争 但是现在看起来是谁 是谁要打这项战争 是谁从去年 去年三月打到 今年十一月打了多长时间了 打了一年多了 去年三 七年二月开始打了 到三月份 那是打了还刚一个月 去和谈 本来去年三月就可以结束了 依然到现在 对不对 那为什么 为什么 不能希望怎么突然的 乌克兰这个执政党人民公仆的 这个一团党团主席 就接受战警报采访 把这个事甩出来 为什么 几个小时之前 德国图表表爆料 说美国和德国想要逼 泽连斯基投降 去求和 那乌克兰 你要这样搞 那我们就迅速就耍帅 就告诉你 我们早就想和谈 我们去年三月谈完了 我们也达成了一个和谈的协议草案 是你美国不同意 是你英国不同意 是你们欧洲不同意 是你们不让我们打的 然后现在打到现在了 差不多了 消耗差不多了 你们也消耗差不多了 我们也消耗差不多了 然后现在你来和谈 那么去年三月你干什么去了 去年三月 如果和谈的话 乌克兰会有这么大损失吗 那时刚打了一个月 而且那个时候是什么 那个时候俄罗斯打的 非常的仁义的 对不对 我们当时说打了一场神仙仗 我们都看不懂 前线在打仗 后线 前面打完仗 回来到咖啡馆喝咖啡 咖啡馆还能开 不停水不停电 什么都不停 正常的营业 现在还行吗 现在打上什么了 对不对 残砖断瓦吧 现在 打上这样的 打了一年多 消耗这么大 收容都损失这么多 然后你现在来了 你要逼我去求和 你要让我明白 让泽连斯基明白 不求和不行了 已经无法在军事上获胜了 你现在 你想结束了 去年三月你干什么 去年三月你怎么不让我结束呢 你懂吗 就只是乌克兰 反过来 将了德国和美国一军 而且什么意思 就是说 我现在点到为止 但是你们要是后面 有对不起我的 我这能说的东西多了 知道吗 我这才刚说了多少的 我这里还有很多文件 还有很多东西 你们都干了什么缺点事 我都给人家抖了出来 你们要逼我和谈 你们现在是逼我是吧 逼我呢 那我 我昨天私底 我就开始说大实话了 我不和 那我就把所有事都抖出来 咱们看一看 对不对 你们到时候 谁的脸没这搁 是你美国 北约 英国 德国 是你们脸没这搁 对不对 天天弄的 好像是俄罗斯打我 那你们之间做了什么事 我们的打仗 好像是我们的打仗 你们在背后没有事吗 我们翘首以判 好不好 我们希望乌克兰 后面 就是说意识到被美国 被德国 被英国 法国被背叛了 被他们给耍弄了 后面会 我 这两张从一开始打 你还记得 我跟你说什么 我说你还记得吗 当年美国穿的阿富汗 跟前苏联 打了十年的苏阿战争 打完战争一结束 你发现一个问题 战争一结束 按理说战争结束之后 阿富汗最恨的应该是谁 应该是俄罗斯 应该是前苏联 对不对 不是 战争一结束 阿富汗联邦人最恨的 就是美国 你发现了吗 阿富汗那儿出来 一堆这种恐怖分子 天天跟压美国干 你发现了吗 我当时我就说 我说你看着 很有可能 乌克兰现在 在跟俄罗斯打 按理说 乌克兰应该最恨的是 俄罗斯对不对 我说很有可能 等战争一结束了之后 乌克兰最恨的 不是俄罗斯人 很有可能是美国和北约 你看着 去年我都说这话 你瞅着 最后还不定是最黑省 最后等他终于 就醒过闷来了 自己完完全全是 被美国和北约耍了 被人当枪使了 不该打这场战争 战争太愚蠢了 伤害这么大 最后还被出卖了 你看等到那个时候 你看乌克兰最恨谁 好吧 那这些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